民众若是想要来一场浪漫的老牌约会 就会选择这间咖啡店 若有多国的咖啡可以做选择 到连点来气氛就充满浓浓的日式风景 让人是一秒经历到交和时代 除了在总盐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厂长宿舍所改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 在日式建筑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日式建筑的格局 也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 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放松 这间咖啡店就在满岛中亚的文章心屋里面 原本是城堂的宿舍 正是有交由民间入口经营咖啡店 让有客来到这里有一个地方可以休息一下 因为疫情就是渐缓了以后 我们公司也为了文青 这些伙伴们 那我们从7月1号开始 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全部来营业了 那也很欢迎说各位年轻朋友们来到麻豆 来到总文艺文中心 也不要忘了进来我们萨图尔门市 萨图尔人品咖啡是一间全文汉寿咖啡导的公司 这是第一间的实体咖啡店 除了咖啡的三百多元 没有很多特殊的餐店 这对是最特别的文化体验 我们比较有特色的是我们的植系列 它是跟台湾小农合作的 像是我们有幼花、莲花、羊柑橘跟青棉 那都是跟小农在地小农做合作的 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些餐点 像是我们的冰品 那我们的花贵有比较多种 像是有辣味的、传辣口味跟意识的 是加香草的 然后还有古早味的 就是最大家最喜欢的 吃乎文化教授一个空间威腕 由面干液质金、咖啡店 让还有一块块再生 让你的空间再利用 也让民众给一个好奇葬 南天室无聊的三五春长 无聊到彩虹卜兜